同志看到惊吓等人 强作镇定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是来找海之资料的 惊吓内心叹息 他挺欣赏这个文官的 什么资料这么重要 能重要的过外帮来时 大晚上来找资料 怎么不点多两根蜡烛 我猜你想找的是这封密信吧 他掏出的密信烧了一半 俨然是从火海中抢救出来的 同志大人是怕我从里边 找到什么秘密吗 同志瞳孔一缩 猛地扑上去抢信 抢到就塞进嘴里吞下去 惊吓没与他缠斗 只是怜悯地看着他的狼狈 同志大人 那信不是火场发现的 是我随手找来给你设套的 同志一愣 明白自己已被请君入伍 他苦笑着吐出那信 你何时开始怀疑我的 此刻既已逃脱 就该好好藏起来 等待新的行动时机 为何会一把火全都弄死了呢 唯一的可能 有人知道刺客藏不住了 所以要切断我们追查的方向 我们刚锁定屋一项和杂傻团 就有人匆匆去放火灭口 这是不是太过于巧合了 换言之 我们内部有鬼 文言 同志身躯一颤 今夏继续说着 火场有个酒碗滴进水桶里 不快从水里查出了皮霜 我猜 大抵是有人在酒里下毒 灭口了所有的刺客 我们赶来时 你已经在火场救火 你身上有酒味却没有醉胎 我听闻大人是好官 大白日的不太可能去喝酒了 你是文官 杀人奉活定是害怕 破酒助人时不小心洒在了衣鞋上 当然 这一切只是怀疑 我设套想证明你的清白 今夏叹了口气 可惜了 同志脸色变得灰白 使他愧对一身官服 原教头很机敏 让邻邦看笑话了 今夏看向朝鲜使团 他是接大明的短 可是真相就是真相 世子殿下 人之所处 总有黑暗 但我大明不惧黑暗 愿与朝鲜王朝已成相交 所以我们还你们一个真相 断了断 又给世子戴了顶高帽 我相信 世子有胸襟 能感受我大明相交的诚意 路易里愚人后 静静看着惊吓 他眼里是细微的笑意 像是在欣赏那璀璨的明珠 又像是 他是他的鱼有容颜 同志一咬牙 全都认下来了 是 一切都是我做的 成门此杀事 火场灭口也是 我就是想演一场此杀来时的戏码 我就是想要把那猪头之斧 给拉下台 他就是有点因子疏通关系 在其位却不谋其职 叫我如何服气 路易听着说辞 眉心缓缓皱气 如此简单的理由 不是这位同志的格局 就算他真的目光狭隘 也养不起那么多杀手 真相远不止于此 城门刺杀的十三人 无一项的杂戏团 久居永平府七年之久 窝藏七年 没有案底 突然就跳出来刺杀使团 忽然亮剑 绝不可能是拉一个知府下马这么简单 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路易不信 惊吓当然也不会信 同志大人 你在撒谎 他与这人接触不多 但百姓对其风平善好 此沙藩帮来时 如我大明声望 不是这位同志的格局 同志摘下官帽 脱下官服 从此刻起 我辞了官 我的行为 与大明无关 知府一脸茫然 我的左臂右膀 我的同志官 既然因为我此沙藩帮来时 这罪过也太大了吧 同志认罪 不再言语 安律投之入狱后审 大戏完了 众人该散都散了 惊吓回头寻陆毅 却被小四告知 若公子忽然风寒便告辞了 对此 他只想哈哈 他不是风寒看到 陆阎王都掉头走吧 他掐指一算 大人肯定是去同志家查线索了 他倒是想跟过去一探究竟 奈何 他罪性不宜乱动 切记劳累 切记动怒 切记上天下地 有运好烦 都是大人的错 使堂回了驿馆 他也准备撤了 然而 他随口胡捉的密信 居然真的存在 同志夫人他来了 他带着密信来了 惊吓 大戏还在粉末登场 可惜大人没能看到最后 同志夫人就站在那儿 见谁都不跪 见谁都面无表情 直到同志被压了过来 他就瞬间红了眼眶 同志看到他夫人 似乎慌了 你来这里干什么 快回去 别给我丢人 那夫人似笑似哭 像是站在悬崖边上 夫君 嫁你七年 妾身有福 但妾身不希望您为我顶罪 我家夫君哈 他钟爱大明 为此 他可守清平 可抛热血 他不能带着 背叛大明的烙印死去 惊吓坐在角落里看戏 往嘴里塞着瓜 这是从土布而来 平时难得一见 那不得吃回本 同志夫人掏出一碟密信 以身病冷冷的孤傲模样 似乎丝毫不觉得自己有罪 你们以为 安排刺客的是大明人吗 不是 是你们的三盲子 他的话 宛若惊雷乍响 三盲子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 大胆雕覆 竟然敢污蔑本盲子 同志夫人丝毫不惧 三年前 机缘巧合 夫君接待过朝鲜来时 其中有你的门客 他想拉拢我夫君 那和我夫君没理会 可我不一样 我是妇人 我恶毒阴险 我以夫为天 我的夫君明明有才干 却要被一个傻之府压在上边 他们允诺我 将来三盲子若能继位 必定用大明朝中的力量 为我夫君谋个好职位 今夏听的唏嘘 这夫人可真是的 既然以夫为天 为何要将自己夫君陷入 不仁不义中呢 放肆 世子没死 三盲子何来继位 跟在世子身后的黑桃亲 为何耻出生 她是声音沙哑 像是被火熏坏了一样 惊吓都吓了一跳 原来这个亲卫会说话的啊 世子一脸震惊 看向自己的亲兄弟 三弟 你居然要杀我 三盲子贵得丝滑 王兄 你您信外人也不信我吗 定是大明贼人 想要挑拨我们兄弟关系 同府夫人事实打开密信 如此自然如此准确的补刀 密信上有三盲子的印章 但次次杀是三王子指使的 使臣接过传阅 两帮实力各执一词 有人帮着三王子说是伪造 有人帮着世子说是实证 气氛 微妙 金家一看就知道 是党征 是丑恶的党征 好了 此杀不是大明的锅 是朝鲜王族的内斗 同之夫人看向自家父君 声音哽咽 我把这些说出来 全是为我夫君 她什么都不知道 但她看我出现在城门刺杀 又知我出身那戏班子 她真是太傻了 为我杀人 为我放火 为我顶罪 杀人放火顶罪 万般皆是为你 为了一人 连原则和家国都抛了 真该如此吗 金下忽而想起路易 大人说过 你若杀人 我便满失 消尽了 金下躺在床榻 此杀仪式已落定 三盟子由朝鲜发落 那是朝鲜内斗 大明不便插手 帮忙找出杀手 已经仁至义尽 他翻来覆去 总觉得不对劲 甚至想对那位夫人说 如果你被路言望绑架 就眨眨眼 那夫人与朝鲜王朝筹划三年 然后就自首了 连向征信的挣扎都没有 会不会是大人 为了两国邦交 小义情理动之一里 抓了他们的小孩 逼夫人出来认罪 惊吓扯过被子盖头上 不想了 明日就去温柔乡 至于是找漂亮小美人 还是找个俊俏好面首 这不是看他心情吗 落冤 狗屁落冤 屋檐上 陈林事无巨细 与路易会抱着 同志露出马脚后 我们便一直盯着同志府 希望能等到幕后黑手 来销毁证据 有人给同志夫人传消息 我便派人跟着那传信的 但他发现了我们的追踪 已自尽 我们本想逼那夫人屈服 可他却主动去义官 举报了三王子 实在是匪夷所思 路易缓缓摘下面具 吞去了伪装的雷若 月色都不及他眼底清冷 这是才刚开始 先去温柔乡吧 一日 惊吓一醒就往温柔乡去 温柔乡有各色美人 男的女的都有 既是大人的青楼 那他不得去瞧一眼 会不会阴森森道有刑具 他入过医馆 看到世子要出门 金不患在旁边劝阻着 世子殿下 医馆重兵把守 您这么贸然出去 若是出事了怎么办 金总部 你这就不够一丝了 是你才与我说的 温柔乡的青州姑娘 是角色美人 英语大师 世子沉沉沉于乐道多年 认真与金不患说着歪理 刺杀我的人是三帝派来的 既然三帝伏法 刺客也死了 还有什么危险 世子殿下 你哪能保证只有三王子想杀你 金下帮着劝 一管层层把控 外人难以侵入 里边固若金汤 自能保护好世子 但如果他满大街乱跑 他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好吗 原教头 我是世子 我是来交好的 不是来坐牢的 今日这门 不让我出 我也得出了 世子推拆金不患 高恩 跟上 高恩 世子轻位 朝鲜第一高手 世子非要去 谁能拦 金不患只得跟上去 助手的军队也跟了上去 惊吓 世子真有牌面 去个青楼都能跟几十军 他欢欢乐乐乐跟了上去 祖团去找路 阎王的晦气啊 一行四人 中间是金下和世子 两旁是金不患和高恩 身后是几十军中精锐 踏着旗刷刷的步子 路过的人都忍不住三回头 惊吓 这是什么牌面 世子对惊吓颇有亲爱 原教头 你救我那日 我便觉你英姿飒爽 你年纪轻轻就当了教头 想必破案定是含有心的吧 惊吓被吹捧得舒服 过誉了过誉了 也就惊师无贼罢了 三弟此杀我这事 原教头如何看 惊吓 我不该看 这是你们朝鲜自家事 这世子倒是豁达 他兄弟要杀他 他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但他觉得 这件事 水很深 甚至觉得 很快世子又会出世 希望不是在今天 罢了 不谈正事 还是讲风花雪月吧 世子其实一点都不想当君王 人生啊 若是能逍遥至死该多好 惊吓看向世子 确认过眼神 是志同道合的人 温柔香 七层楼阁 楼层越高 身价就越高 如意就在第七层 他歪着身子 靠着软垫 撑着额头 闭目养神 昨夜查了一页 实在是资料太多 翻起来繁琐至极 七年 答案还不一定就在过去七年 忽然 一曲轻音 悠扬婉约 入耳惊艳 路易睁开眼 这曲子极妙 古人说的绕梁三日莫过于此了 什么叫方思 神乐观 斯乐斯都要退避三社 秦音出自清朱轩 位于温柔香的三楼 此等秦音 只排三等 约莫是跟这姑娘的一同诅咒有关 路易看向那淡曲之人 那人起身行礼 实实然便是魅意横生 切身名唤青州 见过洛公子 路易对人不感兴趣 但音律他还是懂得 高山流水 上八段乃神山 下七段戏流水 其意微微洋洋 青州姑娘好功力 公子过赞 青州来此多年 头一回见着活着的洛公子 您比我想象中更清淡俊雅些 闻青州好奇打量着洛渊 这便是温柔香的背后的人 近来便与他说音律 对他的容貌不感兴趣 甚至对他这双义童都毫无反应 他一眼为黑童 一眼为血童 不知吓到过多少达官贵人 青州一见公子 便想引为知音 公子可信 高山流水 知音难觅 为何不信 青州斗胆 再为公子献上义曲 劳烦姑娘 路易是来赏情的 闻青州拨弄情弦 姿态咸如画 情音轻巧至极 宛若吹面似月风 路易闭眼听着 紧皱得没松开 连带隐隐作疼的脑子 都空了起来 至情 倒是疑人 闻青州于光窥视着眼前人 传闻中洛公子千遍万化 神秘那脸 无人得见真容 寻常人家许是不实的他 但身为温柔香的满身人 闻青州知晓 洛公子掌控着大明最大的消息暗芒 惊吓等人到了温柔香 楼外是初春的料翘寒冷 楼内却是温暖如春 花开满楼 惊吓眼睛都动圆了 红衣赤足的女婢 踩在夕阳地毯上 端着美酒穿行其中 西域来的小美人 正在与蛇起舞 眼睛都是勾人的魅意 四竹之声恰到好处 多一分便锅躁 少一分便清淡 尤其是金尊湖 琉璃杯 水晶灯 渐渐都是珍宝 若再温柔香顺 东西会不会被打 他们一进来 就有人迎上来 金总补带了朋友来 一就是找青州姑娘吗 劳烦进门二十两 金下莫得瞪大眼睛 这这这 进个门就二十两 抢钱啊 世子掏钱很爽快 地主家的傻儿子就是猴气 金下看着小四街钱 手肘撞了撞金不换 你每次来找青州姑娘 都这般代价 恩 金不换直来直往 提起青州姑娘 难得恩有捏 金下拱手 失敬失敬 金总不出手这么阔绰 我领诸位上楼去 小四收了钱 恭敬起来 金下左顾右盼 像是乡下人进城般 他们的腰 怎么就这么细呢 诶 这瓜是不会是金的吧 我天 那人居然在撒银子啊 陈灵守在门外 看到原教头瞳孔直接地震 他虽震手涌平 但金师的传闻 他还是听过的 比如 眼前这个是未来的陆夫人 所以是陆夫人来捉奸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